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档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ESR1柏林Major淘汰赛胜者组的第二轮比赛 由GG对战OG双方BO3的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两边给我们奉献了一场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比赛 虽然最后OG还是惜败 但是应该说OG在上场比赛的表现已经可以说非常的好了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足够强的队伍 不会把GG逼到那种程度 打出来那么长时间那么完美的一个团战 才能够获胜比赛 如果弱一点的队伍面对GG的话 那可能很轻松的就碾压了 对吧 类似这种比赛 最近这些天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场了 GG在第二场比赛的阵容方面拿出来的是 小精灵和炼金术士 换给了GG战队拿末日 然后GG这边继续给德拉奇奥去拿TB 中单的位置拿了一个石灵剑士 拿出石灵剑士之后 OG并没有选择去拿雪魔 所以GG在最后的两手还是选择球纹把雪魔给搬了 然后继续去搬掉大圣那个点 最后一手的酱油味 GG选择拿出来的是一个Oracle神域者 OG呢最后一手差的英雄 从阵容来看的话 大哥位或者是中单位都是可以的 方将游已经确定了 然后呢 三后位黑贤应该也是确定的 炼金术士可以中可以一 OG在最后一手还有一个变通的空间 神域者 神域者这个英雄这场比赛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神域者这类英雄啊 就是独狗啊 神域啊 带泽啊 等等这类英雄 他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种英雄选出来 往往会逼迫对手强行去切后牌 优瑞的猴子 优瑞的猴子 猴子打TB 这个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克制关系了 猴子打TB 不过这场比赛对方有一个实灵剑士 川人甲这个英雄打TB 打这个猴子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 而且是让现在这个版本的冰女打猴子 也有点作用 神域很怕猴子 然后呢 TB很烦猴子 猴子不一定能切死TB 但是他能把TB打空篮 让你换不出来血 甚至开不出来BKB 幻影头猫手 猴子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上分很好用啊 就如果大家现在愿意用一号为上分的话 推荐的英雄就是 历丸猴子和美毒莎 这三个英雄 拿到就是赚到 好吧 拿到就是赚到 这几个英雄现在非常好用 猴子的 他属于是一个现在版本兼容性很高的英雄 如果我顺 我就散尸分身龙心推平你 或者散尸双刀龙心推平你 如果我不顺 我可以转成出A仗加散尸 然后无限跟着头毛 当头毛手 不断的利用头毛来寻找机会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的猴子 是一个很万能的一个英雄 而且猴子很适合去出先锋盾 先做一个先锋盾 然后再做散尸 先锋盾到了游戏的后期 你可以看情况 如果有本体频繁上去A人的机会的话 你可以把它升级成一个大云锤 如果没有频繁上去A人 但是有很多头毛的机会的话 你可以把它拆了 做成一个灵弄心 所以这个版本猴子吃这个装备改变的红利 还是吃到了一些 当然了 我其实个人还是更喜欢上个版本的灵弄心 以太这个道具 现在太难受了 把人弄的 真的是一个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的一个道具 在发一次谢大叔的分析有点受处若惊 我分析啥了 分析啥了 我咋不知道 我刚才胡编乱造了什么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双方一开始的一个开悟 OG的精灵猴子加上黑显炼金小强 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开悟 GG的开悟绕到了下路 绕到了下路兜过来以后的天辉区远古野三角区 来这想蹲人 蹲了一圈没蹲到 说是不是中国队都淘汰了 还没 还有星辰 星辰的比赛是在五月五日的下午六点 这个地方 插了一个眼 绕过来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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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个进化给上去 好多的神星百变 躲 漂亮 这边躲开一下 那么对方还有技能吗 小精灵连一下 兵羽给了一个猫 神域在接着往前追 这边还差一下就还是被葵拿到这个人头 小精灵应该也要死 穿上甲应该还有一个技能 不需要了 直接平A 出门有瓶子 这怎么玩啊 实陵剑是没有选择出门直接买瓶子 选择他的师的先去买了一个细带 先把属性搭起来 GG这块一上来 两个人过来走一下传送门 然后去到下路进行一个美滋滋的发育 穿战甲这边一上来直接一二斜 这个太爽了 维云的实陵剑是现在在中路 这个第一波兵线呢 拿到了一个反补 对方的链金术实 目前没有反补 没有反补 你小心一点 这个没有反补 对方升二级了 本子马 哎呦 本子马怎么能出这种错误呢 这要被对方打得很残的 这真是一个重大失误啊 这波本子马 对方在第一波拿到一个反补 你没有拿到反补的情况下 意味着对方会是一个一级打二级 二级打一级 二级打一级的话 你一定会被对手 一个拍地板加一个戳打得很残 你一级加的就是一个酸 我没有能力去反打 这样的话会产生一系列后续的问题 你看包括就这一波兵线 为什么对方能拿到三个反补 为什么对方有三个反补 然后你这边只能看着对方在这反补你的兵 这边本子马的血线 本子马的血线非常的低 磕瓶子 赶紧把自己的状态往回补 又一个远程兵被反补了 这个真的 这种中单的错误 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顶级职业比赛里面的 这个错误太严重了 中单这种细节在当前这个补给品有限制的版本里面 你这种错误会导致自己很容易被对方无限的就滚雪球 然后中路直接就打崩了 回这边开地板 减速给上 在街上前追一下 这个神福 这个神福 本子马要跟对方抢吗 有点绕不过去了 对方是走直线 你还需要抖 哎呦 这可是太难受了 本子马 只能回家了 被滚雪球了 这波 神月在下落 这里跟对手的黑咸拼一拨 哎 这里也感觉要死 看一下 黑咸拉 nice MC这一个拉拉的很漂亮 对方是想吃魔棒找机会反杀 结果黑咸这边直接一个拉把他送走 给他去吃魔棒的机会 中路的补刀现在穿战甲16-9 炼金术是6-0 这个一个瓶子丢出去 穿战甲手里面现在是二级的戳 二级的拍地板 这个中路要被打爆了 回家灌一个瓶子 其实他现在也打不过了 因为等级被压了 他的等级马上要被对方压两级了 不是压一级的问题了 他有可能要被对方待会 会瞬间形成一个六级打四级 或者五级打三级的这么一个情况 神域现在手里面是带着一个 神域手里面那么一级的敌对职严和一局的驱散 对吧 穿战甲又是一个反补 然后呢 跟过来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反补 中路被打爆了 这个是完完全全打爆了 小精灵被对方给一下 扔一个技能 然后给一个闪电 再接着开始焦土烫 然后再接着烫 再给一个闪电 完成了对小精灵的击杀 又是一个冰封禁制 Ace这一波还是有机会可以杀的 再给一个闪电 然后往前追 给一个平A 两个平A猴子 这里神经百变 我再给你一个电 直接电死 花里胡哨 没有用 你换分身 我那连锁闪电 了解一下 看起来这里再继续追 小精灵能来得及 就吗 这关一个戳 有可能会直接戳死 本能把他小心一点 赶紧把自己的血量往上拉一拉 回音这关是故意势敌已弱的 他在势敌已弱 然后待会找机会 看你一个不小心 我就直接戳死 现在 实灵剑是五级半的等级 炼金术士是四级半 多一点的经验 开局三条线 目前在对线方面 都是被玩爆 下路玩爆的更历谱 下路黑弦 现在只有五个正补 然后对方的TB 是24个正补 16个反补 给上一个 一条连 一条连 打出去以后 Tiger的血线 现在很低 被打的 再给一个敌对之牙 Tiger这个血线的控制 对于对方的伤害判断 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战路的猴子 其实发育的也很强 猴子虽然有21个正补 这里再一个敌对之牙 这里黑剑一个拉 但是没有用 又被敌对之牙 直接送走 开局五分钟 六比一的人 都是说3000加 GG亮出了他的獠牙 好了 这个以后 以后对吧 GG就叫獠牙队了 好吧 我獠牙型主播 没事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姿牙 感谢王老板的会员 欢迎欢迎 谢谢老板 小强这里被对手 又给了一个电 冰封禁制 给上去 然后这里一个平A 冰女拿到人头 道路这边被打爆了 末日3700块钱 穿人家开车 六级打五级 哎呦 哎呦 神域 这个神域 神域神域神域 神域 感觉要死了呀 神域 给对方补经济来了 你这是 太假只给上一个车 一个排地板 冰女 给上一个挪网 但是冰封禁制 好有点跟不上去 离得太远了 本当把这个地方又自爆了吗 没有 好在瓶子扔得足够远 其实我一直觉得 炼金术是这个英雄 应该加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应该加一个东西 应该加一个 就是 把这个瓶子扔出去的动作 你现在老感觉 这个瓶子是从嘴里飞出去的 就感觉他扔出去的 那个不是酸液瓶子 是口水 你知道吗 就搁嘴里头 嘴里搁一瓶子 然后开始准备要扔了 然后开始往这瓶子里吐口水 然后等吐的差不多了 扔出去 吐满了 没扔出去 就爆了 见自己一身 那个感觉 哦呦 这个戳直接秒了 飞银这边 这位秒掉的小强 人都是来到9比2 拉开4000家的一个团队 经济 看一下这里 一个拍地板 那么没有戳了 没有戳了 MC 选择了 直接一张TB回家 又没蓝 又没血 那只能回家了 穿人甲这波走了 不去占这个TB的兵线便宜 赶紧回到中路 继续去发育 哎呦 小精灵这边过来 抢了一个对方的智慧神符 很不错 280点经验 这个在前期的话 相当于 按他现在的等级来看 相当于半级 差不多 将近半级的经验 我知道是上面那小人扔的 但是那小人太小了 你知道吗 他没这个动作 你看不见他扔这个小瓶子的动作 这里又是三人的一拨 对猴子的围剿 看一下 猴子这边骗得很成功 他们把末日给骗了 nice 刚才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本体傻站着的一个动作 本体傻站着没动 然后那个金猴子继续做动作 现在8分钟 呃呦 这里一个戳 一个拍地板 顺秒一个 黑咸 选择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奔腾 然后留 诶 这个一个瓶子扔过来 大哥 你这是 你这 你啊 这个别给对方视野 这把穿上甲给人一个戳 下一个拍地板的CT也快撞好了 你双倍穿上甲 然后开车 直接撞第一下 找墙 但是本子马这边开大了 开大了以后 穿上甲的这个输出感觉不太够 后续的技能蓝不够了 队友支援阳过来以后呢 小精灵过来赶紧保一下 本子马开大了以后 这个血量回的很快 看看 给上一个冰封禁止 诶 摇瓶子追上来 这个瓶子要扔的话 你的位置可就有点靠前了 你要扔这个瓶子可就有点靠前了 直接秒掉小精灵 本能马被减速 大招的时间马上到 不过还好 这帮应该不会再继续追应了 这里上路度 我又是对猴子完成了一波 轻松一怪的单杀 杀完以后人都是13比2 团队的经济差 已经拉开到了8000加 这场比赛GG 真的 完全不给对手机会了 中路的经济差 我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 完全就是开局的那一波 那一波所造成的差距 被完完全全的滚了 一个很大的雪球出来 这关穿人甲这个车戳到了皮上面 要报仇了 要报仇了 兄弟们 接穿刺 漂亮 这是一个大人头 nice 本能马这边拿到了486 再加378的助攻 这边一个瓶子丢到对方兵女身上 神域过来给上一个T2连 打得对方小精灵 不过没有后组 不过没有后组伤害了 不过没有后组伤害了 这样本能马的经济一下就追上来了 摸着手里边吃到了这个闪电怪以后不扯的扔了 这闪电怪前击打猴子 太好似的 犯人甲的散尸出来了以后 我感觉OG基本上就要被对方直接打到二塔后了 二塔后就杀钱了 持灵剑是在这个时间段拿到散尸 结合OG目前人员的经济和等级情况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毁灭打击 看看小强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队友给上一发磨棉 穿人甲拍地板接一个戳 手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车没有开 这波练剑是再攒一个瓶子 给丢出去 扔到神域身上 穿人甲这块也不管 反正就是开车了 开车找小精灵 都会没有墙 都会没有墙 那选择直接是原地绕一个圈回来 接着撞这个小精灵 接一个戳直接秒掉 神域这个位置能扛得住吗 吃了口魔伴 然后开地板打上来 冰女直接反身定住对手 摇大 又是一波完美零换三 等级差太多了 等级跟经济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11分50秒 55秒差了1万经济 16比3的人都是我 tb这场比赛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出场 我 我还在刷钱 怎么对面已经出不了高地了 队友们那你们破笨了呀 他末日 已经出到了玲珑心 点金玲珑心了 已经是 12分钟玲珑心 神域这个位置给自己发摸棉 然后呢 看看这里 转转甲一个戳戳了一个脚戳 可能把赶紧开大 这样的话 被对手反打 小强这波没了 想象开了个皮脱一点点的时间 还是被一个敌对之言 加上可以那个平A带走 第三轮te的那个比赛 我就不播吧 兄弟们 第三轮我稍微休息休息 最近这些天 播的比赛太多了 哦呀 熬得太狠了 刚刚末日 这里被对方给上了一个伞时 这是猴子的伞时第一波 第一波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是 末日14分钟经济10600 14分10秒经济10600 练阶术这边过来 找一下对方神域的麻烦 神域这边掉血掉的不是太多 手里还有一个大招 直接给自己一个大签贴上 贴上以后再加上一把进化 杜姆赶过来以后看一下 这猴子再接着切 这一个瓶子丢上来 神域没有蓝 但是猴子也切不动了 杀不掉 穿上甲过来一个戳一个拍地板 再给一个散尸 杜姆开大死猴 穿上甲开车 已经不管这个了 直接去绕到前排去找其他人 冰女里边冰封进这儿 留下小强 那穿上甲那边秒掉小精灵 这边小强开皮 根本就没人打他 给上一个穿刺 神域还在追冰女冰封进这儿 杰柱 再加一个NOA 一个敌对职严 完成一波双杀以后呢 穿上甲这里又是给了猴子一个戳 15分钟 16000的竞技差 22比3 TB TB TB要不你出个圣剑 给对面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TB 可以考虑直接裸一把圣剑 给对面 当然了 这种败人品的事还是不要干啊 人品这个东西还是要积攒的 对面不给TB玩游戏 对面不给TB玩游戏 穿上甲的这个拍地板没有拍到 尤瑞的本体 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NOA 出来以后再给上一个戳 猴子被戳成一个残血 不过还好 没死 16分钟 疑问吧 这个小强被雷王发现了 冰封禁止 接一个除 然后呢 穿上甲直接开车上来 散尸给到本的马 可以撞第二下吗 第二下没撞到 冰女 这里再给一个技能 穿上甲的车 撞上来 兜一圈 杜姆还在找机会 然后原地直接摇大 穿上甲一个戳 黑衔拉打断 一个墙 墙给的不错 但是猴子已经被秒了 小强也被A死 这边直接烧死 再接着往前追 穿甲一个车 抽完了以后 杜姆跳刀上来 延刃接一脚踩 小精灵开大救人 成功了 可以可以可以 把练金这一波救回去了 救回去了的话 小精灵自己回来被抓 队友应该有 有人过来 啊没有 TB那边直接 踢到了下路去守线了 练金直接 踢到了下路去守线了 TB那边再推 小精灵 那连一个幻象 末日还在追 末日这里给上一个延刃 然后这脚踩没有踩到 算了 人都是24比4 看看冰女 给一个冰冰金这 穿甲一个戳 一个拍地板 然后TB 开了变身 这边末日过来 一个跳踩 踩住 再加一个延刃 神域给上一个T2连 直接再配合 末日的胶土 带到了MC MC打完了以后 奎音的穿山甲 目前是9600经级 末日14300 17分40秒 14000多经级 冰女的一个人头 给了349块钱 加640块钱的助攻 一个冰女 给了将近一千 车 没开起来 给了一个托 直接秒 神域经级舰5500 猴子6400 炼金7300 现在猴子的经级 加上炼金的经级 两个人加一起 是比对手的末日 要少的 我们这块又是一个 单杀炼金 这些洒粉 穿山甲这个车 戳上来 散尸 给上 拍地板 冰女 给冰冰进这儿 对方套了一个长段 神域过来 直接一个驱散 驱散完了以后 穿山甲 可以再给一个戳 戳死 最近已经无人能挡了 人都说28比4 这要是翻了 不得北斗七星推荐 这场比赛要翻了的话 那绝对是一场 完全不值得推荐的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 如果照着这个局势 GG会被OG翻了 百分之一万 不是因为OG打得好 百分之一万 是因为GG自己放水放大了 而且要连续放好几波的水 送对方大概 五波团灭吧 四到五波团灭吧 差不多 三波团灭可能都不太够 不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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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队的下方 不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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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就是 哦 穿山甲已经一让了 穿山甲就要给上一个戳 小强的穿侧并没有中 呃 皮的等级应该只有1级 对吧 扔一个瓶子上来 诶 炸到了神域身上 莫热跳木材 加上一个延刃 一套技能打上去 一个驱散 直接把对方身上的尸弧架给驱掉 飞龙和洞大招 给了黑咸 黑咸直接被秒 TB在中路继续拆建住 小剑龙那边开大 想救人 没有成功 只有自己卑微的了 猴子背对头的神域 给了一个敌对之言 大家一个驱散 这个驱散没给到 猴子等于被夹了点血 我也无所谓了 因为正面已经完全上不去了 今天这个瓶子 砸住对手两个人 突然点琢磨了一下 不需要开这个车了 哦小强的一穿三 可以 小强表演了一个一穿三 中路高低高破 因为下路和上路 两路刚才他们是往上走 结果走一半发现 二塔没推 对面高低建筑物是无敌的 看川人家这里转身 给一个技能 来神域这个位置 看看神域还没死 这个神域再给拉 扛了好长时间 打招把自己自保成功 穿上甲开始开始车 在这撞神域 把自己奶下来了 死不了了 这波神域 出来了以后 还有一点一半多的血 然后再加上不停的回血 再给自己一个磨棉 这里穿上甲过来 打出一个脚线 小强再开一个皮 神域再一个净化 还没死 这个猴子打死了 对手的神域 可以G了 打死一个就算我赢 好啊 打死一个就算我赢 那么这样 可以拿到了一波三杀 炼金术 胜了一丝血 成功地逃回去了 打死一个就可以了吧 我觉得 打死一个算赢了 这波团战 所有的输出 都打到了神域 谁让终于把对方的神域 给送走了 穿上甲过来拍个地板 散尸一个戳 TB开始变身 再接着拆剑布 炼金术是自爆了 跳上来表演了一个自爆 TB直接过来跟影换血 小强连开大 把炼金术是救回家 末日的大招又给到了 黑弦身上穿上甲之一个出 对方救一下 还是没救下来 最终是被A死边追死 开着BKB 就是强行追 一定要把那黑弦弄死 黑弦的真空算是 拉强是唯一一个 对GD的阵容 有一点点个影的东西 小强开皮 过来打一套 神域给摩棉 哪一口 传染甲这里又是一个戳 对方这边加了一个长盾 炼金术是人群当中被围剿至死 传染甲又是一个拍地板 直接带走 对方小强 小强选到了百活 TB接着过来去拆对方第三路 嗯 开悟出来 他们做到什么关键装了吗 也没有啊 开悟出来荣誉一波了 那就是 纯荣誉一波了 一定就是所有人跑到上路发现 哎呀 商务二打还没拆 冰女在等对方小强开这个穿刺 哎 穿上甲开车 黑弦的拉 打到了冰女的大 里边穿上甲开车 再继续找 TB直接开始变身 A死了对手的小强 小强是百活死 再接一个戳 小精灵连回来 杜在无限的控对手的黑弦 穿上甲这里又是一个 A让的拍地板 加戳的伤害 哦 nice 又一次其他的对手的神域 并且瞄准了对手的冰女 打算再杀一个 这里默日 再踩一脚 冰女没有蓝 没有蓝的话 默日直接给一个技能 红色魔 来啦 哎 连续的脚械 哎哟 连续的脚械 那么这样的 OG终于打出了GG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 恭喜GG 两场比赛轻松愉快 送到了 OG OG调到败者组 这样的话 那GG战队在胜者组的第二轮比赛获胜 那下一轮比赛的话呢 就是 呃 GG的下一轮比赛就是胜者组的决赛了 啊 胜者组的决赛 也就是说 GG战队现在已经锁定了本届Major的一个前三名 好了 那么我是桑老大 说说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本场比赛到这里 搞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见 萌萌哒 咱们下期节目